五支門師傅 你好啊 那今年是2023年鋪年 那請問對我們熟農的朋友的運程又如何呢? 熟農的朋友也都是犯太歲的 有四種生育犯太歲 農是其中一種就叫做害太歲 也都叫做村太歲 那村害太歲的意思就是說容易犯了人事問題 所以相處方面少些講話 多些聽話比較好 但是這個熟農的朋友呢 今年的靈性很重的 還有也都有個醫生在這裡 所以如果跟醫療有關工作 譬如做藥劑 做護士 做醫生啊 或者做幫人的東西 今年其實都可以不錯的 加上那個靈性重啦 所以如果是做一些比較上宗教性質的行業 這樣那個龍都不錯 但是呢 就記住感情方面 多聽 少說 那如果熟農的朋友 今年如果想說生個熟兔的BB 會不會是一個好主意呢? 因為它始終有村害的關係在這裡 這樣始終不是最理想 有個例外呢 如果家裡邊有一個人要熟老虎的呢 那就不怕了 因為老虎加兔加龍就剛剛合化了個蔥 謝謝吳之明師傅 恭喜發財 如意吉祥 材料